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,14名男女攀登大洞山,移山区下于起舞而迷途,经打电话向台中市消防局求救,消防队出动6人,从大雪山520林到登山口入山搜救,顺利将14人带回,性无人受伤。 消防局第二大队长余毅又表示,大雪山林到19.5K处应有插路,登山客不小心急已迷路,九男五女共14名登山客,昨天下午攀登大洞山时,急已四阴山区下于起舞而迷路,消防局于昨天下午1点13分左右接获报案,随即出动和平,谷关及双齐分队人员, 加上双齐派出所1人共6人,在和平分队小队长黄来声带队下前往搜救,搜救人员于下午2点50多分在双齐分队集结,下午3点40分抵达大雪山520林到登山口,随即入山搜寻,不到20分钟,即在大洞山三角点附近接触到14人,并将14人引导下山, 于下午5点41分抵达双齐分队,14人在分队登陆个人资料后击一去 则不灭休息 则不 perdre